6月29日有网友筛出几张粉丝发布的《宋慧桥最近动态截图》 账片中显示6月26日宋慧桥在泰国拍摄广告 而宋仲基是在6月27日发表离婚声明 指出宋慧桥已四是被通知离婚 最近宋仲基和宋慧桥离婚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他们因为太阳的后裔结缘 并且因细生情成为夫妻 婚后不到两年 宋仲基和宋慧桥就正式关心离婚 宋仲基是亲自写的声明 话里话外都在暗示 是因为宋慧桥的原因才导致婚姻破裂 因此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 而宋慧桥则是由公司发了一份官方声明 两人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加上宋慧桥童年女神的历镜 不少网友都站在宋慧桥这一边 没想到宋仲基再次发声明提醒宋慧桥 如果散布关于结婚生活和离婚背景等谎言 可以公开一切 消息一公开再次在网上引起热议 宋仲基的态度这么高 莫非真的有什么内幕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是宋仲基方在发声明 宋慧桥在发了离婚声明后就再没动静